在昨天的节目中 我们认识了张先生和刘女士这样一对小夫妻 其中刘女士那可是出了名的能花钱 狮子花了一万多块钱 买了一台空气净化器 2012年的时候我们市的房价才2000多块钱 冒昧地问一下那个时候月收入是多少 大概就是两个人在一起的工资大概也1000多块钱吧 超前的消费观念薄弱的自我意志 加上家庭的浇灌纵容 终于有一天刘女士花出事了 14年她在原单位就是说 挪用了128万的公款 对于一个夫妻俩都是普通上班族的家庭来说 刘女士的行为无疑是捅了个天大的窟窿 彼时两个家庭费尽周折才把这个窟窿给补上了 可是从此在张先生的心里也多了个窟窿 我们家的东西就是把所有的东西都加起来 也没那么多钱 就是说我有一个毛病 就是说喜欢购物 只要我喜欢 我从来都不看价格 40万50万我信你 但是缺了128万我不信 从妻子这里找不到答案 张先生心里不由地生出了许多不好的猜测 我怀疑我的岳父一定是知情人 他说我把这钱给外面的男人了 我在外面找了一个男人 可真相还没浮出水面 一直判绝书就将夫妻俩分割开来 判了多久 一年半 我当时的心理想法是 你只要跟我 什么都跟我说 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该怎么 你回来后该怎么过 还是怎么过 张先生坦言 只要妻子一个真诚的回答 他就愿意不计前嫌 继续维系这段感情 一年半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 他等到了吗 他们的婚姻之路 又会因为这个答案 而走向何方呢 调解即刻开始 这里是江西卫视金牌调解 我们的调解继续进行 当时他回来 他回来以后 我是去到那个江湾去接待他 你对于你们两个的未来 你那个时候心里是个什么样的打算 我就等他给我一个解释 我跟他说了 我说我从来都没有骗过你 而且的话 我也确实这个钱花了 你所有的顾虑 所有的什么 我都没有骗你 但是你要我说 这个钱是怎么弄的 我确实是花了 我也不知道到目前为止 我也不知道这个事情 到底是怎么弄的 不管你是入狱之前 还是入狱之后 其实你能给的解释 就是这一个 对 解释行不通 你不是说六月天下大选吗 可能吗 那就不想过来啊 你是提出了离婚 对 他不同意 我一直没有放弃的原因 就是说 如果我们俩之间 真的是出现问题了 然后你这样 或许我能接受 然后我也能如你的愿 我们就离婚了 但是如果你要是因为 这个心结 解不开 然后你对我这样 我忍了 然后我不想让你后悔 也不想让我后悔 反应的进行条件是 分居六个月 分居六个月 反正我到哪 他年我到哪 你说不到分居六个月 对 我是早就想跟他分居六个月 对于张先生而言 这个答案的重要性 似乎早已超过了问题本身 更超过了两人十二年的婚姻 而刘女士告诉我们 在等不来答案 又离不了婚的情况下 这个曾经温暖体贴的男人 就开始变了 变得比他曾经承受的牢狱之灾 更加可怕 你出去到现在有 三年多了 我这三年全部都是靠我自己 然后孩子的兴趣班 孩子的穿着什么的 全是靠我 他根本都不问 他只给孩子交学费 然后呢 有一次就在去年的双十一 然后孩子画画兴趣班 我说 正好他那天晚上没有喝酒 我说 那个你看小孩 学那个画画的地方嘛 双十一 正赶到优惠 正好现在优惠幅度比较大 我现在没有发工资 我也没有钱 就说 你现在要交一百块钱 然后到时候 可以抵一千块钱什么的 你给孩子交一下吧 然后他就 就开始张嘴就骂 我也就不肯 然后我就走了 然后过后 我跟朋友周转 问朋友借的钱 然后跟孩子交了这个学费 过后我发工资 然后我又还给他朋友 就是他什么都不管了 对 他天天只顾他自己玩 没感觉嘛 就是不想过了 也不在乎他的感受了 因为我已经有个心结了 然后就开始演变成 天天喝酒 醉酒 夜不归宿 然后找我的事 不管我是说什么话 我不能开口 我一开口 就对我全打脚踢 然后当到孩子的面 也是这样对我 然后不但找我的事 也还找孩子的事 十多天前吧 然后喝醉酒回来 他跟我 儿子在客厅里面玩 然后突然间 卫生间出来 我听到孩子在哭 孩子就这样抱着头 哭得特别的狠 然后他就蹲在 那个孩子面前 我就当时拿个手机 去拍他 他当时趁着酒精 他就把我手机 一把抢过来 到卫生间里 把我手机 按到那个水里了 当时我哭得特别伤心 我就说 我这个手机 没有了 我就没有手机用了 他就 歪歪歪歪地 走到我面前 哟 你哭什么哭 这是你哪个男人 收你的手机 你哭得那么伤心 手机里面有什么秘密 不能让我知道 我爸爸去世的时候 也没见你哭得那么伤心 然后我就把那个手机 可拿掉 我说 你看 这个手机是谁给我买的 这个手机 是我回来的时候 你给我买的 一千多块钱给我买的 我已经用了几年了 摔坏了 我都修了几次了 我都没换 然后我就搂了我儿子 我们俩在那哭 首先呢 我跟我儿子的感情很好 超过了我儿子跟他的感情 他说的那一次吧 有可能 有可能是我喝多了 然后就是 把我儿子弄疼了 什么的 他拿手机要 要拍我干嘛的 我比较生气 我一把把他手机拿过来了 我说你密码多少 你天天看我的手机 翻看我的手机 我今天我要翻看你的手机 我看你手机有没有秘密 然后他不就不 就是不告诉我密码 跟我抢手机 把我抢 抢然后抢的 不是 火气抢上来了 然后我拿着手机扔水平 就是他以前是有过这样的状态吗 以前 就是说我们俩之前没发生变故的时候 他喝过酒找过事 但是没有说像那么过分 我在喝醉了酒以后 他如果在我的耳边 说这了说那了 我每次我都会再三警告他 我说你不要再说了 就之前他会这样吗 你们两个结婚又不是一年两年了 他结婚之前也是这样 那个时候感情很好 有感情的支持 什么都好说 感情基础就好比是婚姻的安全气囊 它能弹开现实的压力 抵抗外界的诱惑 也帮我们拖住对方身上的缺点和陋习 这都归公寓里面充斥着一种名为信任的气体 但如今刘女士和张先生的感情基础 已经被撕开了一个大口子 任何一点轻微的磕碰都能变成了致命伤 而且张先生告诉我们 眼下的这个伤口还在继续撕裂 然而他做的事情他不是在打开这个情节 他做的事情是把这个伤口继续撕裂 为了帮朋友完成任务 办了一张那个信用卡 然后那个信用卡呢 我连激活都没有激活 就直接放在那个家里的床头棍里面了 他不经过我的允许 私自拿了信用卡 通过电话的方式激活了 我唯一都发现了 信用卡怎么没了 他说在他呢 我说你拿我的信用卡 想都不用想 肯定套刷里面钱了 不然拿那个信用卡干嘛呢 然后我就问他 我说他说刷了一万五 我说干嘛呢 他说买保险啊 我先保险单拿我看完要不 然后这个保险单一直要了一年多 一直没给我 我弄他这个信用卡的话 可能是这点我做的不对 这点我承认 因为之前那个 我跟他提过拿信用卡的时候 他没有给我 那时候我就是找了一个工作嘛 就想多增加一份收入 在保险公司嘛 然后就说 首先必须要跟自己买一份保险 然后当时他不同意 我就三次做主了 就拿他私自拿他的卡 结果 因为我是怎么想他 我想你天天就抱着 不跟我抱着过的态度 我要为我自己做个打算 然后买了那个保险 然后虽然刷了他那个信用卡 但是一直都是我自己在花 到第二年的时候 又刷了一万五 我说干嘛呢 买保险了 保险单呢 结果后来保险单给我了 给我两份保险 然后我算了一下呢 一共在一起也有八千多五千 我说剩下的钱呢 他说他花了 你透刷这个透支卡的钱 你要跟我说吧 还有一个 咱们有钱多花 没钱少花 既然你犯了那么大的错误 你没想过去缓和这个 咱们夫妻之间的感情 而是选择继续撕裂他 他说我第二年 去刷这个信用卡的话 因为保险的话 是一年一交嘛 然后到续费的时候 然后我就又刷了他这个 这个钱去续保费了 就这样的 那如果是两次都是 买保险续保费的话 那应该是有凭证的呀 都有 保单都在那 因为续费的话 它是银行直接扣款呀 他看到的那个八千和七千的 两份保单 那是第一份 对 就是保单的金额 然后每年他会自动 往里头续钱 对 是的 这个你跟张先生 能够解释得清楚的呀 我跟他讲了呀 有续费的话 有发票吧 不管你有什么疑问 一个电话就能解决的事情 为什么不去搞清楚 然后他 我就跟他要发票呀 然后他就 你不要问 你可以打电话 去问到保险公司 我有没有这份保单的存在 查得到 它里面有续费多少 你查得到的呀 因为我不想那个 都动那个脑筋去查 你只要把那个发票 拿给我看 我就信了 那你把那个流水打出来 摆在他面前 他不相信呀 然后他 流水打出来 放在他面前 这一笔钱 这一笔款是被哪个 保险公司划走了 这不一目了然吗 然后他就把我手机 然后把所有的东西 全部就一扔呀 你不是想搞清楚吗 这么容易搞清楚的事情 都不去搞清楚吗 我要的是 我要的是他的一种态度 激活了我的信用卡 所有的信息 留的是他的 如果说我去拉里银行 流水的话 他如果不配合我的话 我是拉不到 那个银行流水 你跟他提过吗 他不配合吗 我没提过 我没提过 因为我提到这件事情 我就很生气 我连见他 我都不想见他 我连跟他说句话 我都不想跟他说 他做什么对你来说 其实都无意义了 无意义了 我也不想问他什么结果 在经历过两次盗刷事件后 张先生对妻子的信任度 可以说是彻底清零了 即使后续一直是张女士在还款 但他依然把两个人的经济 做了彻底的分割 并且仅仅攥住自己手上 每一分钱的同时 还要时刻防备着妻子盗用 可即便如此 好像也依然防不胜防 也就是最近的两天 他跟我说 让我给他朋友打了一千块钱 我说那行吗 我给你朋友打个电话 我说你需要用钱吗 他朋友说我不需要用钱 我说那行吗 那我知道了 我就把电话给挂掉了 挂掉了以后 他跟我说 他说他跟他朋友借了一千块钱 让我现在给他还了一千块钱 我说从你初遇到现在 是不是 你一直在工作 你刚才也跟主持人说了 说什么孩子 什么补习班呀什么的 那其他家里的费用 没让你超过心 你自己 自己挣钱 自己花 不行吗 你有钱 你多花 你没钱 你少花 你别借着花呀 他说的这一千块钱 确实有这一回事 但是的话 我没有说让他去帮我这还那钱 也就是前段时间吧 是因为事情吧 然后当时身上没有那么多钱 我就随时冲我朋友那 冲他那转了是一千块钱 我说过两天还你 我没有跟他讲说 是我借他的 然后他可能就打电话 跟我朋友求证了一下 你没想过你这种做法 会让他本身对你就这个态度了 那你这样做的话 那不是更加加深了他对你的 我没有考虑过那么多 因为反正我心里就想 反正你从来都没想过去跟我过 现在已经这样的情况了 而且的话我说 我只是想就是说 从你那先周转一下 周转一下 又不是说不给你 我是说等到我发工资的时候 我再给你 我说我没有 我不还 我说你朋友跟我借钱 我借给他 明白 你朋友让我还钱我不还 你借的你自己还 在这个套用我的透支卡之前 那时候你说你身上没钱了 三百两百的我都给你 从透支卡过后 我是一分钱没给你 从你初遇到现在三年的时间 现在的相处是个什么样子 就像他说的 他不能看我 我不能说话 我有时候在办公室我不想回家 因为在以前我认为 他在哪 家就在哪 但是现在他在哪 我的烦恼在哪 你看这疫情期间 那你们怎么相处啊 我就参加自愿者去的 就是不愿见的 就是不愿见的 现在刚刚他说了 其实后面借的那些钱 就是一百二十八万 很大一部分是在我这 存在了多少 我这边是 将近六十万金黄 到目前为止 我们现在已经不签外战了 所以说经济到给你们两个 目前没有压力了 因为剩下的他父亲管嘛 对 所以那为什么在这个时候 张先生反倒不愿意再给彼此一个机会呢 因为我给了他好多年的时间 我不想再等他 满活力地等下去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如果我跟他继续走下去 我儿子长大以后 急需用钱的时候 我会没有钱 我的银行卡里会是空空的 都你在心里已经认定了 不管他怎么做 他一定就改不了 如果说在先前 是妻子的所作所为 酿成了张先生的心结 那么现在 刘女士这个人 就已经成了张先生的心魔 曾经相濡以沫的夫妻俩 现在已经到了目不能视 耳不能闻的地步 这样的婚姻 真的还有继续走下去的可能吗 我们又该如何 帮张先生破除心魔 帮刘女士重获性质的 这里是江西卫视经办的调解 继续进行 首先我说这个刘女士吧 那现在呢 可能是在你先生的眼里呢 觉得你是一个家庭的罪人 甚至在家里人面前 你是抬不起头的 我承认 人的一生当中呢 没有不犯错误的 但是人犯了错误之后 他需要获得一种能力 叫什么能力呢 叫自我纠错的能力 想必在过去这段 人生的劫难当中 你应该获得了这种能力 所以我相信 在眼下呢 你应该是进行着一番 极为痛苦的 自我救赎的过程 说到自我救赎呢 我想先点醒一下 我们的张先生 你的太太刘女士 进行的是自我救赎 但从内心来讲 你真正应该进行的是 一个心灵的救赎 无论刘女士 给你怎样的一个 体面的解释 无愧于良心的解释 你都不肯从内心去接受它 就是你希望 他能够给你的理由 一定要给你心里边 所想象的 所揣定的那个东西 相吻合 你才能够接受它 所以我说你是有心魔的男人 整场呢 刘女士的讲述 都特别地云淡风轻 似乎 工作当中 自己出现的过失 给自己人生 带来的这种变故 它都不以为然 但是唯独提到你 唯独提到 那部手机的时候 它不停地擦拭自己的眼泪 说明什么 在他内心当中 你占据的位置 有多么重要 甚至我不敢想象 当他在狱中的生活 一年半的时间 你有没有 特别频繁地去探望 但是最起码我敢相信 那一年半的时间 能够支撑他走下来的 唯一的一个人 甚至他未来生活 能够给他一道微光的人 就是你张先生 所以我说 站到这个角度 请先审视一下 今天你自己的诉求 我相信呢 能够给你一个新的思路 当初你们选择在一起 接受了两大家族 及你们全部的 美好的祝愿 但是我不希望 经过这个风雨之后 能够让你们渐行渐远 我依然希望说 孩子的身边 有双亲都在 甚至他的成长道路上 你们都在陪伴 好吗 我跟太太去讲 你虽然态度很好 但你死不悔改 你直到现在依然不改 128万不是小数 这件事情你还没搞定 好 你一年半蹲的 所谓的城堡已经够了 出来了 你还没脸 你还不济 你去套用他的信用卡 所以你的 在他这里面 你的细域是零的 对 我知道 对吧 所以我们从细域 从零开始 给他一点一点一点 堆积起来的时候 是需要什么 是需要我们用心的去做 对吧 但是你用心去做了吗 你没有用心去做 所以直到现在 你依然还是浑浑噩噩的 你今天在这儿哭什么呢 你掉眼泪 别人能心疼你什么呢 你不是旧游自取吗 你不是活该的下场吗 这就是你在你老公眼里的下场 明白吗 对 所以你自己太不自强 不自力了 你拿什么来还 你爸 你妈 六七十万了 你拿什么来还 你还不上的 你这辈子 你要这种状态 你都还不上的 不争气 所以我跟你讲 从现在开始 从此时此刻开始 不管你的婚姻是否存在 你要把你自己先树立好 你自己先自力自强起来 当你自己过得很好 当你自己是有规律的人 是一个自律的人的时候 别人才有权利去爱你 懂吗 你连你自己都不爱你自己 你过得好卑微啊 我明白 我明白 我知道 是不是 所以从现在开始 从此刻 回家 拿起笔来 每天计划地开始 做自己的计划 对 我每个月收入多少 我的支出多少 我孩子的支出多少 我该不花的时候 我手子都剁掉 我都不要去花它 因为你把后半生 所有乱花的钱 前半生全花完了 对 我想告诉你们 人相遇不容易 你十八岁跟着他 不管是风还是雨 走到了今天 对吧 我们能够为了我们 带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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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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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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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